春季學期馬上要結束了 受到疫情影響 沒有畢業典禮成為本屆畢業生的遺憾 但有些畢業生卻幸運地獲得特別的畢業典禮 疫情之下 為了讓無法返校的畢業生們 仍擁有一個畢業典禮 美國厄克拉荷馬大學的加迪教授 想起了學校一個傳統的畢業禮項目 他和幾位老師花了幾個小時 將大約5000名畢業生的名字 用粉筆寫在了校園的水泥路面上 代替以往有學生在排列的場面 大家都想要記憶和想念 但很驚訝 每天的星期 我們在逛逛逛逛逛逛 我們會找到一群學生或人家或家人 進入一個名字 獲得一張照片 即使這不是我們期待的職業 或是我們覺得我們值得的職業 在西弗吉尼亞州馬斯爾曼高中畢業的400多名學生 也進行了一場別看生面的畢業典禮派對 穿著荔袍戴著色方帽的畢業生 和各自的家人坐在一輛輛保持著社交距離的汽車裡 等待自己的名字被叫到 然後到主席臺領取畢業文憑 週六 白宮也舉行了一場2020年畢業典禮 來自全美20名的優秀畢業生受邀出席 第一夫人梅拉尼亞發表演講 你們都要很誇張的 你們都要很誇張 在這段階段結束的結束 在這段階段結束的你的生命 我希望你們有興奮 為了很多新的一種來自來 雖然今天不可能看不太像你想像 你們還會被誇張 在誇張、愛和支持 你的家庭、朋友、社群體 和我們的國家 恭喜你 年轻人 年轻人